花莲市星期六有两场原住民族的丰年祭 分别是华东大本部落和吉可普部落 市长魏嘉贤在华东部落见证了头目交接的仪式 也感谢卸任头目陈天胜完成世代交替的使命 也期待新任头目黄振春在接棒之后 能够持续的推广文化传承 而在吉可普部落则是汉族人歌舞庆丰年 他呼吁年轻的族人要扛起部落文化传承的重任 期盼丰富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市长魏嘉贤新期六下午首先前往在球轮运动公园 举办的吉可普部落风铃祭 受到族人的热烈欢迎 接下来市长在前往了华东部落参加风铃祭以及部落头目的交接典礼 现任头目陈天胜把头目的权杖交到新政头目黄振春手上 由市长魏嘉贤为黄振春头目带上象征崇高地位的羽冠 市长表示这是完成世代交替的传承使命 也感谢纯天胜头目任内为部落族人争取了很多福利 也期盼黄振春能够秉持立任头目带领部落族人的心智 延续原住民文化的传承 大本部落今天办理风年纪也是第一次正式在我们新的部落聚会所办理风年纪 那今天也正逢我们新的头目跟旧的头目的一个交接 那我们新上任的黄振春头目 希望他未来能够肩负起我们大本部落传承 还有一些我们当时候规划的一个旅游跟部落的文化推动的一个部分 那也要谢谢过去非常努力认真的神天胜头目 那在未来的几个部落里面 我们有好几个部落已经积极的在做相关的规划 甚至有一些在做一个工程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希望说像是基保干 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三四个部落 都能够顺利的把部落聚会所兴建起来 那最主要还是土地的问题 那我们持续的会找相关土地的法规来做相关的解套 那我们期盼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家 也希望说每一个部落聚会所也能够得到善用 跟更有效的规划 而现场看到许多旅居外县市的部落族人 专程回家参与盛会 还有小朋友们跟着部落长辈一起上场庆风年 市长表示这充分展现了原住民传承文化向下扎根的封硕成果 希望族人可以继续肩负起传承文化的使命 借刘明胜花莲市报道